iOS18你们千万千万别更新 至少要80%的人都后悔了 我手上这台15plus已经更新了最新正式版的iOS18 小杨的话也已经体验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 接下来的话我就分享我的真实感受 因为这一次喷得比较狠 很可能会被随时下架 记得大家点赞收藏一下 首先我还是说几点实用型的更新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应用锁 这种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 能够给你的APP单独上锁 你的隐私会有更好的一个保障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更新的话 就是你的桌面以及这种快捷栏 都会有超级大的一个改变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然后自由度也是非常非常高 这类的话就是见仁见智了 有些人喜欢打扮的会觉得很好 有些人懒的话就觉得这种东西太麻烦了 还有一个是别人吹的比较狠的 就是这个手电筒了 进行了一个史诗级的更新 可以做成这种非常具象化的一个表现 还有你们喜欢打游戏的有福音了 这一次更新它新增了一个游戏模式 主要的话就是减少你的后台通知 以及优化你的帧率 听说的话也能改进这种散热表现 之前用15 Pro Pro Max打游戏的你们都知道 这个打游戏到底有多烫 还有的就是一些小更新的 比如说数学备忘录 然后可以手写计算器等等的这些 然后我最想吐槽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照片这个功能 这是我之前一直用来拍摄用机 这个功能改成这个样子 就全程就是上下这样子移动滑动 没有其他东西了 真的用的非常非常非常难受 它每一页都是这个样子的 这一次的话被吐槽的最多最多都被喷上热搜了 比如你要是显得没事做 你可以优化优化一下功能 优化一下帧率 大多数人为什么会退回iOS17 就是因为这个相册的一个功能 真的这是我看过 差评率最多最多的一个更新 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因为这个照片的更新 来去退回iOS17的 这一次iOS18的更新 我可以说真的是聊胜有无 你还不如不更新 真的要不然就是挤牙膏 要不然就是更新那种毫无意义的功能 我的建议是库克直接把你的软件部门 直接全部都裁掉吧 所以小羊给你们一个更新建议 它是支持XR以上的机型更新 但是现在不推荐任何人更新iOS18 首先它是为新机型准备的 也就是16系列 所以它的适配的话 对于老机型不会太好 如果说你实在要更新的话 建议等3到4个版本迭代之后 再去更新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说你实在要更新的话 那也只建议13以上的用户更新 12以下的用户千万千万别更新 不仅这些功能用的难受 而且你的手机还会变卡 到时候你真的卡的受不了了 你可以找小羊来买这台 只要3000多的15plus 刚刚说了 如果说你想流畅用iOS18的话 至少是15pm 14pm 像14pm现在4000多的价格 一个合约机的价格 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对比16它有高刷 它有大屏 它的续航也要更好 它有大三眼三射 4800万像素 灵动倒杀的性价比非常高 而且价格也便宜 如果说要15pm的话 加个1000多的一个预算 5000多就可以入手一个合约机版本的 因为这一次16pm真的是 除了屏幕大了一点点 续航好了一点点 其他的话真的是拉胯 价格还贵这么多 还不如选择5000多的15pm呢 最后你对于iOS18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想吐槽的尽情吐槽